据巴西通讯社报道 7月3日 中国中铁在巴西落地的首个铁路项目 贯穿连接巴西东西部的FLL铁路 第一段第一标段在巴伊亚洲开工 巴西总统卢拉在奠基仪式上表示 铁路将让巴西成为我们想要的规模 卢拉表示 巴西需要对铁路进行更多投资 国家钢铁工业才能更举竞争力 他认为为此政府需要为商人提供正值 经济和社会稳定 这个国家绝对需要履行这些承诺 稳定性 可信度和可预测性 卢拉表示 我们必须把纸上的内容付诸实践 这样才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 卢拉还说 我想对那些努力修建这条铁路的商人说 修建这条铁路和该国其他铁路符合的 不是商人或其他企业家的利益 而是符合国家主权的利益 这样我们就能让这个国家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竞争 卢拉说 建设东西一体化铁路和其他遍布全国的铁路 是为了巴西的发展 我们的国家将成为我们想要的规模 巴西希望中国帮助其建设铁路 背后蕴含的南美经济整合大战略 南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后花园 地大物博 矿产 森林 水利资源丰富 但基本上却都是贫穷国家 这和美国资本的副作用密不可分 巴西当年就是听信了美国的全球产业布局 将国家的核心矿产资源等交给了美西方资本 按照美国当时的分工 巴西可以组装一些波音飞机的部件 表面看还挺好 其实就是掏空了巴西的钱袋子 抱着个今晚讨饭吃 难怪卢拉含泪说自己的执政理念 就是让巴西人吃上饭 都说巴西内部腐败严重 这恰恰是美西方资本掌控了其核心 和内部一戳人勾连 不断蚕食巴西经济的结果 也是当前巴西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改革就意味着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好处 建设F-IOL铁路不仅是一项基建工程 更是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圈的一种尝试 将南美经济区别开美西方资本掠夺的一种规划 阿根廷也立即表示要加入 说白了都是看透了美国这个背后的阴谋 以前不干也不能 现在有了中国 自然就可以放手去干了 巴西的面积约为851万平方公里 约占了整个南美洲面积的一半 但是截止到2020年 巴西现有的铁路总长度只有2.9万公里 中国的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 铁路总长却达到了15.5万公里 比巴西的铁路总长长多了 1854年巴西的第一条宽轨铁路建成 到20世纪60年代 巴西的铁路总长达到了3.8万多公里 此后巴西把对于交通运输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公路上 铁路网逐渐萎靡 到20世纪90年代时 巴西的铁路总长约为2.9万公里 此后基本保持不变 在巴西的全国货物运输总量中 公路运输大概占到了59%以上 巴西公路网的总里程达到了200万公里 内核航运和海运约占巴西货运总量的17% 其次还有航空运输等 面积如此广大的国土 相对于这么大的国土而言 巴西的铁路总里程为什么这么短 为什么要如此依赖公路运输 或者说巴西地理上有什么硬伤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巴西的地理看上去很美好 北部和西部是一望无际的亚马逊平原 中部和南部是面积达500多万平方公里 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的巴西高原 这两个是巴西最主要的两个地理板块 然而这美好背后却有着一些硬伤 先看亚马逊平原 亚马逊平原的总面积约为560万平方公里 这其中大约有220万平方公里 分布在巴西的北部和西部 然而这个亚马逊平原却基本被稠密的森林所覆盖 巴西高原地区总体上起伏比较平缓 地势上南高北低 平均海拔在500米到800米之间 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草原气候 巴西高原上的很多高原城市在气候上比较宜人 比如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 这里矿产丰富 农牧业生产发达 物产富饶 这里是巴西重点发展的地区 巴西的主要大城市 像里约热内卢 圣保罗等均位于这个地区 然而在巴西高原和巴西东南沿海地区之间 却存在一块大西洋地盾 这块地盾拉高了这一块条状地带的海拔 在地势上巴西高原是南高北低 在巴西高原东南部有着广布的几状山林 一方面这阻碍了发端于巴西高原上的河流流向东南 巴西东南沿海往往都是一些发源这些几状山林的小河流 另一方面 这些高大的几状山林 又对本就面积狭窄的东南沿海平原形成了挤压 有的甚至直接挤到了大西洋的海边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到桑托斯一带形成了一个大敲壁 从大西洋远远望去就好像铜墙铁壁一般 正是由这些几状山林的阻隔 给巴西沿海地区与巴西高原之间的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巴西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带 与巴西高原内陆地区的沟通 首先得穿越高山 中铁时局集团介绍 巴西FLL铁路第一段一标段建设项目 是中国中铁在巴西落地的首个铁路项目 也是中铁时局在巴西首次中标并成建的铁路项目 标志着中铁时局在巴西这个斯路蓝海国家的基建步伐 进一步走深走实 中铁时局在拉美区域的落子布局更趋完善 该项目位于巴西巴伊亚州伊列乌斯市至伊皮亚乌市 项目合同金额为2.19亿美元 建设工期34个月 线路长度126公里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路基开挖 回田 寒洞 桥梁建设 铺轨工程 平交道口以及绿化工程施工 中西部一体化铁路项目 是一份规划长达2151公里的铁路项目 旨在将巴西南北向的铁路网与该国东西向的铁路网相结合 并将该国生产大量农产品的中西部地区接入铁路交通线 其中F-SAO县由南北铁路线上的马拉罗萨出发向西延伸 F-SAO县自菲盖罗波利斯向东延伸至伊略乌斯的港口 F-SAO县路分成三段 其中第一段从卡埃蒂特市到伊略乌斯市 后者拥有一个深水码头 南港 这条铁路长为537公里 将经过该州的20个城市 该铁路的建造始于2010年 本应在2014年交付 但因缺乏资金而停建 2022年10月5日 中铁时局拉美分公司巴西签订联合体谅解备忘录 开始共同开展投标工作 为保证项目投标工作的顺利推进 拉美分公司选派精兵强将 组建项目投标小组 认真编制营销策划 定期召开投标策划会 与业主方通过召开视频对接会议 始终保持积极的良好沟通 投标过程中 拉美分公司投标小组 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 紧锣密鼓地开展成本测算 和投标文件编制等各项工作 并与工程师团队多次前往项目所在地 伊列乌斯开展项目考察 由于招标文件变更 拉美分公司累计完成项目工程量清单改版 11次 提交标数三版 今年1月份 巴西宣布 我方联合体技术标排名第一 并成为进入投标短名单的三家单位之一 标志着项目自此进入了一标阶段 最终在历经数月紧张的投一标 及商务谈判后 中铁时局凭借技术 商务 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在与当地施工企业和国际跨国企业的同台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功中标巴西FLL铁路第一段一标段建设项目 巴西FLL铁路在巴西巴伊亚洲战略意义重大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城市和人民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并在巴西西部和东部建立牢固的联系 极大提升巴西矿产品 农产品资源 到东部大西洋港口的运输效率 提供大宗商品出口 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 实现每年6000万吨货物的运载量 助力巴西中西部采矿业 农业和其他行业发展 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是中国列车进入巴西市场15周年 15年来 中国先后为巴西里约热内卢 圣保罗等城市 提供了668辆轨道列车 里约地铁1号线 4号线 城际EMU动车组等产品 为里约市提供了超过60%的运力 曾先后服务巴西里约世界杯和奥运会 获得世界各地游客的广泛好评 为圣保罗市13号线量身打造列车 于2020年正式投入运营 为南美首条机场线路提供运输服务 2022年中国中车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签署了62辆干线铁路客车出口合同 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向巴西出口干线铁路客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